大家好 我叫Jeff 我是高雄聖徒隊總經理 總經理你好 那我們第一題想要問你的是 就是當初成立高雄聖徒隊的初衷是什麼 其實當時想要成立這樣的球隊 就是希望給台灣的球員一個不一樣的出路 然後希望就是可以給台灣來帶來一個不一樣的刺激 跟一個不一樣的運運的方式 其實困難都還蠻多的啦 當然比如說像一般的尋到經費上面啦 尋到球員上面啦 還有各方面的組成像場館啦 跟聯盟溝通這些 都是蠻 過程其實也蠻辛苦的 只是說剛好一路上都蠻多人幫忙 所以一路上是克服很多問題 可以讓現在球隊可以順利的成立 今年的話目前會有六支球隊會參賽 分別是台灣還有香港 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以及菲律賓 那這個賽制比較不一樣的就是 它是比較仿造美國的一個NBA的賽制 它是由主客場制 那所以像我們主場的話就會在高雄 那客場的話我們就要飛到其他國的比賽 這個聯賽的規定的話 一支球隊可以有兩個美籍的兩家 或是外籍兩家 然後還可以有另外兩位是 自己聯賽國家的內員 對比如說我們可以有兩個菲律賓球員 之類的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其實我們一開始有這樣的顧慮 但是因為其實我們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們必須要去到客場比賽 或者回租場比賽 其實它這個交通的時間是蠻耗時的 所以其實雖然說只有20場 可是我們整個賽季賽程排下來 其實是還蠻緊湊的 我覺得當然會有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因為像目前的SBO都是以所謂的精英為主 那我覺得其實台灣有很多 愛籃球的一般的民眾 他們其實說不定實力也不錯 那其實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可以讓這些球員就是 他們有一個圓夢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這可以帶動 整個台灣籃球的一個風氣 其他的差別在於說 SBO當然是台灣的聯賽 然後台灣是最好的選手 所組成的一個聯賽 然後ABL的話 只是因為他們當時 是因為這些國家 不是以籃球為主的國家 所以他們希望就是 藉由用國家隊 再加外籍球員的方式 然後跟周遭的國家去做比賽 來增加他們自己本身 國家隊的實力 所以這大概是 我們方向上的一個不同這樣子 其實台灣的SBO測試 會有可能就是針對選秀 所以是有六七支球隊要去看 那我們的測試會 只有我們自己要選 所以其實我們 我們可以針對比較細節的部分 再做演練 比如說教練今天就希望 直接按照 未來可能會練球的方式 來做測試 所以球員就比較不會有 像一般可能有什麼體力測驗 或者是投籃測驗 而是我們就直接按照 要針對戰術去演練 這樣子的方式 來做測試 所以方向上是不太一樣 其實當然或多或少會有些影響 但是我們目前其實已經有一批主力球員 已經在美國開始做訓練 像我們的華裔球員 以及美籍球員的部分 那這次的測試會 就是針對在奔度球員的部分 在做挑選 所以其實我們一個主力的集團 已經開始在做運作 那等於到時候 是再把這些球員一起配合上去 所以其實應該 大概我想一個半月的時間 效果應該是不至於會太差 其實今天的測試 我覺得收穫還蠻大 因為這些球員的數值 比我想像中的好非常多 那有哪幾位 我現在可不方便透露了 但是其實我覺得 從這裡面要挑四到五位 其實也是蠻困難的 因為我們目前相中 大概有六到七個 對 所以我們還會再去做討論 或者看明天的一個狀況 這樣子 其實我們成軍 要參加比賽的話 當然目標就是冠軍 對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說 除了冠軍之外 我們可以幫 讓 幫台灣籃球帶一些 不一樣的刺激進來 OK 比如說一個全新的 主客長式的比賽 那在這種東西 在台灣是不是可以 落實 對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一些 我們可以去實驗性的 或者是我們可以去 嘗試看看的 那就是 看結果怎麼樣 其實大家都蠻期待的 好 謝謝今天總經理 偷控讓我們訪問 謝謝